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光龙天使的 羽翼天使的 和蝴蝶天使的 后面还有变身之前的样子 好了 我们开始给它们换装吧 首先是天空天使的 它主要是蓝色系的 和天空的颜色一样 我们看到脖子的地方呢 比较容易弯折 所以还配了一个加固用的小长条 第一套衣服 我选了这个和服 非常的日式风格 而且是粉色系的 它应该很少穿粉色的衣服 这一套就是它变身的衣服了 再来看它变身之前普通人的样子 这一套是它的日常装扮 就像邻家小女孩一样 还有一套像水手服一样的 黄色的休闲鞋 好了 第二位来看 光龙天使 我先给它配了这一套 有点像是在冰淇淋店里面上班的小姐姐 然后还有它的一个工作的帽子 装饰吧 算是 手里拿着冰淇淋 有一对翅膀的红色鞋子 看看它这一整套的搭配 冰淇淋的裙子还挺特别的 再来看第二套 非常淑女的一套装扮 然后绿色的裙子 红色的玫瑰 让人感觉充满春天的气息 鞋子的颜色正好和花的颜色相搭配 第三套衣服是 好像也是工作服 鞋子还带滑轮 这样送餐就更快了 店里面有汉堡包 可乐 薯条 你们知道是什么店了吗 最后一套 就是它变身之后的衣服了 同样来看一下它变身之前的样子吧 看起来很文静甜美 给它选了一条冬天的裙子 戴粉色的披肩 看看鞋子 暗红色 一整套的颜色都很协调 哇 这一条裙子 好隆重啊 像是去参加舞会 跟王子跳舞的那种裙子 这一条呢 就非常的夏日风了 很清爽的裙子 哇 凉鞋也很好看 这一套我挺喜欢的 你们呢 最后一套呢 就是它的日常装扮了 接下来到蝴蝶天使 这一身衣服 很优雅高贵的感觉 看起来就很像大姐姐 鞋子也好好看 和衣服好搭配啊 这一套的风格就完全不一样了 比较亲民 我觉得有一点英式的风格 哇 鞋子也太可爱了吧 是小兔子吗 最后一套就是它变身之后的打扮了 满满的蝴蝶元素 接下来的就是羽翼天使了 这里面呢 只给它配了这一套变身的衣服 好啦 最后就是天空之国的公主 艾尔酱 看看它有哪一些装扮呢 然后留言告诉我 你们最喜欢它的哪一身打扮呢 在视频的最后呢 要和大家分享一个首饰的盲盒 先看看盒子上面给出来的种类 这个新型的还挺好看的 还有茶壶的项链 这个我也喜欢 嗯 我还是比较喜欢新型的 那我们一起来拆开看一下 噔噔 啊 是手链 串珠的手链 里面还有一条巧克力 上面还刻了宝石的图案 挺好看的 那看一下我们的手链 有绿色的花 还有像珍珠一样的 很彩色缤纷的感觉 好啦 那这一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拜拜